MLB为何面临停摆?平均工资已被NBA远远甩开 职业体育中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往往被视为衡量联赛商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日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进入27年来的首次停摆 而在停摆之前的自由球员市场 有9名MLB运动员签下上亿美元合同 其中德州游骑兵队与游击手科里希格达成10年价值3.25亿美元的合同 而同一时期美国职业男子篮球联赛NBA和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薪资水平几乎翻番 此外MLB的最低薪资在北美四大体育联盟中也是最低 事实上在大量电视转播和赞助合同的支持下 职业体育联盟的球队价值在过去10年里实现飞涨 对于部分商业化程度较高的联赛来说 球员收入与联赛经济效益直接挂钩 然而MLB的劳资协定并不存在这种机制 虽然各支球队的总收入在2015年至2019年间增长超10亿美元 球员的薪水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也一步步导致眼下球员工会与联盟的分崩离析 根据Statista今年10月发布的《2019-2020赛季》 体育行业球员平均年薪统计 按联赛划分NBA作文榜单投名 是全球球员工资最高的职业体育联盟 球员年均收入达832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二的印度板球超级联赛 IPL球员平均年薪为530万美元 MLB尽管以403万美元的平均年薪 排名第三 但与其中位数对照来看 就显得联赛的贫富差距问题更加突出